金融必杂渔港游艇码头上多艘停泊的娱乐渔船正在进行清洁消毒工作 大部分店家都没开门 受到金融船出本土确诊病例影响 原本假日已经满档到8月的金融雨登岛游程 这几天纷纷遭到取消 有娱乐渔船业者证实被取消的游客人数超过9成 目前为止我们的订单5、6月份急速的锐减 大概削减了9成到9成半 取消是从两天前忽然间本土案例爆发之后 继续的激动 非常快 就是我们连半夜12点都在接到取消的订单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安全 所以我们就只能够不断的安全 不断的消毒 不断的清洁船这样子 为了因应防疫指挥中心规定 金融市政府原本已经要求娱乐渔船搭载人数 从50人降到25人 由于退订游客数已经超过万人 在业者建议下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在5月14号的疫情因应会议后宣布 金融宇从即日起将封倒一个月 一方面落实防疫 也能协助业者减轻出航的成本压力 有关于我们金融市金融宇的一个观光景点 非常的热门 那本来在之前大概都已经预定到今年的一个暑假 总计有3万多个人次进行预定 那不过因为疫情升温之后呢 大概有一万多的人次退订 那这个我们现在也接获我们相关娱乐渔船的一个营业的这个业者 我们总计有19家 那大家也这个有非常高的防疫的一个意识 建议市政府这个在这一段疫情比较升温的期间 来进行封倒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也从善如流 这个即日起 金融宇我们停止登岛一个月 娱乐渔船业者虽然觉得无奈 不过也正面看待防疫指挥中心 与金融市政府的所有防疫措施 并做好船只清洁防疫准备 希望在疫情和缓后能够尽快恢复游客信心 搭船登岛体验金融宇的岛上自然生态风光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